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感恩前来祝援的大法师们 也衷心感谢为本次盛会心情付出的佛友们 义工们 感恩大家 观世音菩萨 佛光普照 甘露遍洒 心灵法门为我们点亮新灯 开启心灵之门 心灵导师卢君洪台长 二十年如一日 无常望我救度众生 使佛法与和平之光普照世界 使全世界七百万人学佛修心 改变命运 灵验事迹举不胜举 受益人群不计其数 卢台长广获国际认可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2014年 意大利七百七十年历史名校西安纳大学 特别任命卢台长为荣誉课作教授 将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传遍世界 刚刚圆满成功举办马来西亚沙巴法会 卢台长不辞辛苦 继续来到槟城弘扬佛法 本来明晚后晚只有两场见面会 但师父看到我们广大的佛友一心向佛 心里想念你们 所以师父特别慈悲 顾不上休息 今天特别为大家加出一场见面会 与广大佛友和弟子们见面开示 让我们再次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卢君洪台长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感恩大悲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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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患得佛性来 慈悲人间得真地 感恩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悲观世音菩萨 本来呢今天晚上是没有这么一场的 台长心悉众生想一想有这么多的我们的佛友 我们小的开示 还不如师父累一点 跟大家一起大开示 那么今天呢 台长呢 想跟大家呢 稍微呢 讲了深一点 因为有很多都是佛的孩子 佛的弟子 那么今天呢 跟大家呢 有的讲了深一点 有的讲了浅一点 希望呢 希望呢 你们很多人不是学佛吗 喜欢听佛法吗 先做一个准备 因为等到我们五十年后啊 在天上呢 不会听很简单的佛法 以后师父要给你们讲一点 更深一点 更深一点的佛法 让你们的悟性长存 让你们的慈悲心呢 永远的能够像莲花一样开放 师父跟大家讲 其实人生啊 能够很快乐的过日子 那么就是很好 能够学佛 那更愉快的过日子 那就更好 人生想要拥有每一天的快乐 法喜充满 做自己爱做的事情 就要控制好自己的心灵 不要被污染 希望我们要懂得心中要有佛 因为佛在心中 我们每一天就会快乐无比啊 师父这两天也很开心 每天晚上可以跟大家在这里 共享我们的佛法 然后呢可以跟大家一起快乐 所以呢希望大家一定要懂得 我们心中如果没有佛 我们就不知道人生怎么过 活在人间 我们心中就是好山好水啊 不学佛的人 活在人间 他们就是好山好水 好无聊啊 学佛人要将全部的身心 充满的观世音菩萨的甘露 摩合每天在讲 告诉你们什么叫摩合 摩合就是无量无边的意思 所以摩合无量无边 摩合波罗波罗蜜多 就是无量无边的和佛和一 成为摩合成为摩合 合二为一的人 经常把佛常住放在心中的人 这种人就容易开悟 容易开悟的人就容易放得下 容易放得下的人就容易解脱啊 人活在世界上最怕的就是没有明心见性 人活在世界上要学会没有喜乐 就是今天很欢喜我也是这样 明天很悲伤我也是这样 因为无是无非 因为我们心中如果没有一个对的事情 我就不会生出一个不对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就是经常认为 我是的我是对的 这个事情我是对的 接下来他就把人家都看成非了 所以是非是非 首先在心中要没有事 你才不会有非啊 无善无恶 心中要懂得人间只有因果 没有对错 因为人间的对错 全部都是因果所为啊 所以很多人每天总以为自己是善的 自己是恶的 别人是恶的 实际上你已经犯了因果的戒律 我们人要懂得这个世界无始无终啊 因为我们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师父跟你们讲的是无始 也就是无始结以前 你们本性进入这个地球之后 无始无终 所以心中要无始 天地宽 一个人想得开的人 心胸会宽广 一个想不开的人 天天会执着 会难受 这个空字是佛门 非常难进入的一个门字 所以叫空门 叫顿路空门 师父讲给你们听 要开悟之空 就是用悟性知道这个世界全部都是空的 并不是指的我们一刹那的时候脑子的空 而是真正的心里空 什么都不要太喜欢 什么都不要太追求 什么都不要 我一定要得到它 这个时候 你就不会像人间的行尸走肉一样 这个时候 因为人想不通 会对世界上一切都没有兴趣 那你就是在人间患得患失当中生活 最后你会得到忧郁症了 希望大家懂得 大智慧之人是不执着空 所以学博的人很多人说 我要空啊我要空啊 实际上连这个空字 你都不要去执着它 因为空本来就是没有的 你去执着空 你就等于被空又执着回来了 所以空中有菩萨在 所以有一句话叫有佛性在 空是虚的 佛性那才是真正实在的东西 用我们本身的能量 用我们心的真实感 去消除我们人间自以为是空性的东西 和虚拟的东西 那就是借假修真啊 你们不是每天说心灵法门很简单吗 台长讲点复杂的怎么又听不懂了 没办法 只能讲回来 讲了简单一点吧 因为讲的太复杂 你们这么听不懂 好讲回来简单一点 男人好色你们知道抱一个抱在谁的身上啊 抱在女儿身上 所以爸爸好色女儿就会出事 听得懂了吗 所以女儿很多婚姻不顺利 就是爸爸整天在外面 记住了 母亲如果品德不好 儿子就受报应 所以一个妈妈跟儿子的感情特别好 如果儿子不好跟妈妈有关系 所以儿子受苦痛在儿生 伤在娘心啊 所以妈妈的品德好 孩子不受苦 妈妈品德不好 孩子就受苦 希望每一个母亲 都有拥有高贵的品质 让我们的孩子不受牵连 不受痛苦 这就是一个人的品质啊 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 不该你的钱不要去拿 拿了别人的钱 你以为占了人家的便宜了 实际上你就替人家备业了 所以很多人说拿人钱才与人消灾 实际上你消不了这个灾的 因为这个钱本身不是属于你的 你拿了之后你一定会帮人备业的 因为你还不了他的钱啊 因为你还不了这个债啊 所以占人家便宜 别人如果占据你的钱 就是替你消灾啊 所以我们今天放生 我们今天许愿 我们今天念经 实际上都是在消自己的业 所以要懂得 我们如果付出了 不要想去得到 因为这有一个时间的 等到时间成熟 你就会得到 所以尽管去付出 不要去拥有 那才是学博人的心态啊 没办法 讲一点简单的再讲一点神的 这是什么办法啊 所以你们要好好的仔细听啊 师父告诉你 刚才讲到空的是虚的 佛性是实的 那么我只能给你们用白话佛法讲 你们就明白了 空的是虚的什么意思呢 比方说人间我拥有的汽车 用坏了那就是空的没了 对不对啊 我们所爱的爸爸妈妈 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东西 那么慢慢的妈妈妈妈死了 又是变成虚的东西 我们有时候 对人家再不好再恨人家 但当这个人死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心就慢慢的想 也蛮可怜的 他已经走了 算了 不要去讲他了吧 过去我也有不对 好本性出来了 所以本性是永存的 那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所以宇宙中虚虚实实啊 就跟人的表情一样 就跟人的感情一样 今天这样明天那样 现在的年轻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真的很可怜啊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 突然之间就会发脾气 突然之间就会躺下来 为什么? 虚虚实实 所以菩萨才说 这个人间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呀 听懂了吗? 你解释听懂了吗? 所以每句都要解释 所以 人如果单单讲空性 啊 性空 空性 实际上 你就叫偏与空 为什么? 讲空性 你就把这个世界说 我反正都是空的 我什么都无所谓了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就偏了 所以讲色界是属于虚有 这个色即天 这个色界 人的有色世界 它是虚无的 所以这个虚无的世界 但是已拥有一颗 纯洁真诚的心 所以不娶不舍 不受污染 我们不要去娶 也不要去舍 实际上 心中就不会有污染 我们说自己的心 要懂得 没有和有 那是一样的 所以 有即是无 无即是有 如果 在你生活中 你有追求物质的思想 你就会执着 所以 一个人不追求 也不去追求 也无所谓追求 那么对物质来讲 你没有吸引力 这个时候 你可能会靠到 空无主义 也就是说 我反正不要 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空的 就像一个小孩子 刚刚生出来的时候 你跟他说 孩子啊 你知道吗 你降到了这个世界 等待的你就是死亡了 那你又走偏了 所以 要懂得 我们两边都不要靠 这就叫不娶不舍 不受空的污染 说什么都是空的假的 我也不受污染 也不受有的污染 哎呀 这个世界好啊 名牌包啊 哎呀 什么什么都好 不受污染 这就是佛陀讲的正知正见 因为 旋佛人要拥有初离心 这个世界一切 是有的 但是它是暂时的 我们终有一天 会离开它的 所以我们看到了将来 终有一天要放下 我们为什么 与其要放下 终有一天 为什么我们不能早一点放下呢 拥有菩萨的智慧 放下万缘 自在倾斜 那就是禅定 所以般若 我们每天都在讲般若 般若是什么 般若就是大智慧 般若密多 就是已经到了 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大的智慧的空间 我们到了大智慧的环境 所以在人间拥有大智慧的人 他无所畏惧 因为用白话讲 他已经看到了真实的一面 这个世界是无常的 这个世界是没有的 这个世界那是虚无的 但是我们活生生的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我们要重视它 我们就要借这么一段假的虚无的世界当中 来完成我们真实的修行的使命 就犹如当一个人还没有睡醒 在梦中享受着美好时光的时候 他总希望 我在梦中长一点时间 我再享受一会儿吧 但是记住 这个梦终会会醒的 所以在醒之前 多多的修行 让我们醒过来之后 不受痛苦的折磨 脱离半脑 那才是般若般若密多顾啊 师父跟你们在一起很开心 其实我很累 累不累算什么 什么叫累 不累 活光普照 在希腊 有一个大哲学家 他叫苏格拉第 这个苏格拉第当时因为哲学 在当时是很崇高的职业 很多年轻人都想成为一个哲学家 而有名有利 有一个年轻人他发现了苏格拉第 跟他说我要跟你学哲学 苏格拉第把他带到河边 突然把他推到河里 推到河里 这个年轻人还以为苏格拉第跟他开玩笑 呜呜掉到水里了 掉到水里苏格拉第还不卖账 呜自己跳到河里 把他的头啊往水里按了 他咕咕咕咕咕咕咕 他知道这个不是开玩笑了 哎呦 气喘不过来了 喝水了 拼命地挣扎 用人生的本能 在挣扎 把苏格拉第的手推开 他啪一下 他浮上来了 拼命地游到岸边 起来了 喘得气说 你这是干什么 先生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苏格拉第回答告诉他 我只想告诉你 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要有绝处逢生的毅力 你才会创造成就 人只有在走出无路的时候 这是台长告诉你们的 才会想到求神拜佛 就犹如瀑布一样 只有在悬崖顶端 无路可走的时候 他才能创造出 美丽动人的奇迹 大家开心不了 开心吗 我就多讲一讲 台长 看出听众的父亲 能说会道 舍得花钱 人也长得不难看 很有女人缘 台长还说 他心脏不好 呼吸还不太 困难心悸 肺部难受 听众连连成对 台长还看出这位父亲的身上 有一个灵性 是一个老妈妈 是他的丈母娘 个子不高 头望后疏 大眼睛 但眼角收缩得很厉害 台长再这么看下去 我看有点像美容师了 听众确认 他过世的外婆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童修还让台长感应 他的念经的质量如何 台长就看出 他在路上的时候也念经 但是注意力不集中 经文质量不好 听众承认他 经常在车上念经 请大家听听录音 师傅您帮我看一下我爸爸 六三年属兔的 我看你爸爸脑子挺灵的 能说会到 嘴巴会说 他太说了 他嘴巴可厉害 他觉得他什么都懂 师傅您看他有没有灵性 多少张小帮子 他身体不大好 知道 你叫他注意 第一 有女人员 很多女人喜欢他 明白吗 对对对 对对对 又舍得花钱 人也长得不难看 明白吗 嘴巴又会讲 就这样人 明白了吗 知道 他的心脏不好 造成他现在呼吸困难 有时候心悸 有时候肺 这里很特别难受 对对对 是的 有没有灵性 灵性当然有啊 灵性是个女的 有没有丈母娘 你妈妈的 你妈妈的 有有有 我外婆已经去世了 外婆 个子不高 你外婆是不是啊 是的 看上去 头发往后梳的 是的 眼睛前面挺大 到了眼角这个地方 收缩很厉害 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 是是我外婆 师父 您感恩一下 我念经的质量 好不好呀 还可以 有时候不好 你为什么呢 你走路的时候 就不大好 你走路也念的 是的 是的 你这里都看着了 是的 我在车上 都念的 都念的思想要集中呀 上来个男的看看 上来个怪人看看 上来个什么人看看 脑子里想一想 还念的好经呢 是的 师父 我错了 我错了 您说的太对了 谢谢 人与人的相处很难的 大家知道吧 难就难在 每一个人的命运不同 大家记住了 难在难在命运不同 因为有的人有怨气 记住心 恨心 他们也会不同 在生命当中产生 因为我们人就是命运不同 所以才会产生不同的怨气 一个人条件很好 怨气相对少 一个人困难多多 相对的来讲 他的恨性就很多 所以要学会一中求同 也就是说 虽然命运不一样 但是我们要求一个共同点 所以有时候说 学惨就是锻炼自己 去接受不同的人 所以经常要跟大家说 去度人的时候 你会碰到很多不同的人的性格 在我们东方台 有一个女主持过去 她就是做婚姻节目的 她一边做婚姻节目 一边在接触不同的人性格 表面上天天给人家介绍 最后她找到一个 她就从此不做这个节目了 她结婚了 所以记住 有时候要懂得锻炼自己 接受不同人的性格 和不同的事件 人因为有时候连自己都不了解 怎么可能去了解他人呢 很多人经常吃饭之前 说我胃口不好 我不想吃 这个也不想吃 那个也不想吃 但是吃了几口之后 把桌上所有的菜 哼不浪当全部吃光 你了解自己吗 你不了解自己啊 所以释迦摩尼佛的时代 有个叫提婆达多的弟子 这个弟子呢 就是跟着佛陀三十年修行啊 难道他不知道他的师父是释迦摩尼佛吗 他知道 但是三十年之后 他还是背叛了佛陀 离开了师父 所以他了解佛陀吗 他不了解啊 记住了 学佛陀佛人要让别人了解你 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学佛人要想让自己了解自己 也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观思音菩萨叫我们自观啊 自己观察自己 你到底是谁啊 你因为到人间来 连个名字都没有 借了一个身体 一直活到今天 等到死了之后 你又是谁啊 所以我们不了解自己 我们才会犯错 因为我们不了解对方 夫妻才会争吵 所以人首先要懂得了解对方 佛陀记住 佛陀当年这么救度众生 都有弟子不了解他 所以我们要理解众生为上 我们才去救度众生 如果你不能了解众生 你永远不能救度别人 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想救度众生的人 首先要了解他们 希望你们了解他们的本性 和他们的个性 这样你很快的就能成为菩萨 救度众生了 找寻人生的一个共同点 大家就能法喜充满 想一想你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 你们有一个什么共同点呢 学佛呀 所以大家在一起快乐无比 法喜才能充满 所以一起修心 一起进步就能相互了解 我们说佛法让我们去除妄念 去除行为上的过失 我们要与佛心似动似是非动 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好像在动 又好像没有动 想一想一个人在做事情的时候 你不会感受到你心在跳 这就是四动而非动 当你静下心来 突然之间 大家说不要讲话 紧急情况发生了 这个时候你会听到你的心 扑通扑通在跳的 师父经常跟你们讲 实际上人的声音啊 不但是嘴巴发出来的 他的身体也会给你很多暗示 让你来理解你自己的 你们相信不相信 嘴巴不讲话 肠子会有声音吗 咕嘟咕嘟啊 对不对啊 还有呢 骨头会不会响啊 咔嚓咔嚓啊 好好地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就是来掌握自己的性格 希望你们要懂得 我们要去除行为上的过失 动中有静 静中有动 想一想 在动作做功德的时候 我们的心很静 因为我们在念经啊 好像很忙 但是心呢 静中有静中有动 对不对啊 这叫动中有静 那么好像坐在这里呢 不动的 人家看你没动 心在动了吗 这叫念经 叫动中有静 静中有动 实际上在人间 很多人表面上很稳的 看见这个女的过来了 一个老伯伯 没什么 我在念经呢 他这个动得很厉害 心动 眼睛都动了 希望你们 学国人要懂得这些道理 我们要懂得 今天的 我们要懂得 去除 去除本性当中的障碍 你们知道本性有什么障碍吗 我不想去帮助他 障碍来了 他已经跟我好了十几年了 他为什么对我这样 障碍一来 你就不肯跟他去好好的合作 所以这就是你心理障碍 夫妻两个人因为一句话不开心 就互相不惨 这就是叫障碍 这些障碍让你迷失方向 让你成为今后苦难的一个因啊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去制造障碍 记住 所有的麻烦 在人间 所有的善和恶 我们学国人都能会转化它的 师父教教教你们几招 怎么来转化 首先告诉你们 它是相对转换的 相对转换就是要根据你自己的心 今天的善良人 他可以成功成为明天的恶人 今天你很善良 明天会很恶 但是你今天的恶人也可能会明天成为一个善良人 这是为什么 因为心会转换 所以当你今天碰到恶人的时候 你不要着急 你想一想 做一些功夫 做一些功德 去感化它 还好 我们还有观世音菩萨 我们还有解节奏 这么一念 说不定他 人家说叫善良心发现 他会转换 那么今天很善良的人 你不停的去捧他 说不定你又变成了一个恶人 所以人追求地上的 以后就会失去天上的 师父要你们少追求人间的一切福报 多多的追求天上的 所以追求人间的东西得的越多 你天上失去的东西越多 人间的包袱越少 你在天上得的东西越多呀 那么师父告诉大家 诸恶莫作 是学佛的基础 一个人什么恶都不能做 众善奉行 是行菩萨道的愿力 只有不做恶的人才能行善 心中要充满着善 你怎么会去做恶呢 整天做恶之人 心中怎么会有善良的东西呢 所以我们必须要 我们必须要诸恶莫作 才能众善奉行 告诉大家 剑桥大学有一位老教授 在又一批学生面临毕业的时候 这些学生在教室里 等着他去发考卷 要考试的时候 突然他就说 我换了眼睛 就是眼睛出毛病了 自称失明了 就是眼睛看不见了 敬仰他的同学 纷纷的前去看望他 教授问 你是谁呀 亚中眼睛看不见 毕业后你想干什么 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 你未来想干什么 谁知道 在毕业前 老教授的眼睛好了 老教授说 在我双目即将失明的时候 我意志消沉 同学们看我 给了我很多的力量 我精心准备了一份礼物 那么就是我们谈话的录音 因为在今后你们的人生旅途当中 失忆迷茫的时候 不知所措的时候 你们听听你们的录音啊 因为当时有很多学生就跟教授说 我大了我一定要怎么样 教授你放心 我一定给你争取 我一定怎么样 但是人随着时间 随着社会 随着事件的变化 慢慢都会失去 和自己真正的勇气 和自己真正的很多的东西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学佛人也是这样 开始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 我一定好好修 我要一事修成 我要到天上去 没几天 天到没上去了 经也不念了 所以学佛人当一段时间后 失去对学佛的信心的时候 就要常常的回忆自己 常常回忆自己 我们的初始心 当时你是开始的时候 是怎么样学佛的 你因为伤到自己了 觉得人间一切无常 觉得我不可得 我失去了太多 所以我才顿路空门 我才懂得学佛的真谛 我才知道要好好地 把人间社区进入佛道 所以常常回忆 所以当时你的愿力是什么 这就是你的初始心 你真正学佛的目的是什么 这也是你的初始心 希望你们不要好了窗疤 忘了痛 人要永远回忆别人给你带来的喜月 带来的恩典 所以拥有感恩心 那是慈悲心的基础 所有的人都要存感恩心 今天谁给你们准备善食 今天谁给你们准备椅子 今天谁把你们引入了佛门 感恩啊 这就是慈悲心的基础啊 我们怎么会认知的 那是老师啊 我们怎么会长大的 那是父母啊 孝敬父母 尊重老师 懂得尊重所有的佛友 懂得尊重所有的友情众生 介绍生 那在人间才会慢慢的 去除自己心中的不够啊 不恨别人 就是解脱自己 师父告诉你们 恨别人 那是最大的损失和最吃亏的一个生意啊 为什么 恨别人 不能让别人得到任何的损失 最后就是伤到你自己 所以去除恨心 那才能拥有善心啊 我们人 我们人不要去浪费时间 去想你不喜欢过去发生的任何事情 记住了 记住了 过去你们有很多难过的事情 过去就叫过去 过去就是 过去就叫没有了 没有了就叫过去 过去就应该忘记 所以永远要往前看 不能回忆过去 不能回忆过去 让自己承受伤痛 因为这样经常浑溢 因为这样经常浑溢过去 让自身难过的人 会分散你学佛的经历的 更不要浪费你的生命 因为在你一定会后悔的人和事情上 你如果每天痛苦 实际上你就是在浪费生命 每天都想着我这个事情后悔呀 每天痛苦是因为你每天在追求那些使你痛苦的事情啊 只要拥有慈悲之心 你就拥有了一切 那么学博就让我们拥有慈悲 学博就是学会慈悲 要我们所有的佛友们一念慈悲心 百丈全消敬 告诉大家一个笑话 有一位老人在哭 警察就跑过来问他了 老人家你出什么事了 我七十五岁了 家里有一个二十五岁的妻子 长得又漂亮又聪明 被疯狂的还爱着我呀 警察就问 那你为什么还要哭啊 老人说 因为我想不起来我家住在哪里了 鼓掌 听不懂啊 你七十五岁了 你去找个二十五岁的女儿 不女儿 老婆 你想一想 你连自己的记性都不好 你家都会记不住 你就算拥有了 你也会失去啊 所以啊要记住要做跟自己相对应的事情 人因为对欲望不知道适可而止 所以什么年龄要不懂得做什么事情啊 我们的欲望不能再高了 明明肠胃已坏了 还拼命要吃这个吃那个 明明没有经济能力 我非要买大房子 还要说银行就是我的小金库 你还得起吗 你一辈子就在你的金库里钻不出来了 记住了 对人间的一切不是想做就能做的 要记住 常常的忏悔 常常的觉得我过分了 我做错了 我忏悔 那才是真正的智慧 还要听吗 还要听 一位女听众打进电话来反馈 自己在十一年前得了脑瘤 双目失明 十二年开始修心灵法门 一二年 二零一二年 年三十晚上上头乡的时候 他得到菩萨的加持 看见了一团光火 慢慢的他可以看见影子了 后来他可以看见立体感了 再后来他能看见颜色了 现在他已经可以写字了 而且他多次梦见菩萨帮他治病 当然他也梦见了陆台长 点画他真心忏悔 所以台长今天到槟城来 让你们好好的学佛 点画你们 你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佛 今生修成 一世成佛 你好 你好 台长我先反映一下 我从修心灵法门以来 带给我的改变 我是从一二年修台长的法门 我是一年得的脑瘤 然后我的眼睛看不到了 但是我修台长法门以来 我年三十烧头虾 菩萨加持 让我的眼睛看到一堂火光以后 我的眼睛从看到一个影子 然后看到立体感 然后现在看到颜色 我现在可以写字了 哎呀 小姑娘 恭喜你啊 哎呀 关心菩萨大慈大悲啊 感恩关心菩萨 是的 是的 菩萨一直在接我 而且菩萨到梦里来 都来帮我致敬 然后一直以来 都有一个白色的 穿着白大褂的一个男士 都给我来致敬 然后台长在过年前 就是说今年过年前 到梦里来指点我 他说你小姑娘 你一定要真心忏悔 然后太大 你真的太迟了呀 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呀 台长真的是很可怜那些 这个残疾啊 那些眼睛 所以每次台长都是要救他们 台长告诉你们 学佛真的是用心的 你们大家知道 你们都会念心经吧 我告诉你们 心经为什么厉害 心经实际上是 般若心经的精髓呀 也就是说智慧的精髓呀 所以过去未来 现在三世诸佛 我都是依止 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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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大智慧到达 彼岸 记住什么叫大智慧 大智慧的学佛人 就是救度众生的人 就是忘我的人 就是懂得怎么样 让这个世界更多慈悲的人 希望我们拥有大智慧 希望我们拥有大智慧 才能达到 波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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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德菩提无上正果 也就是说要懂得用般若智慧了解佛 正悟佛修佛 懂得生死了脱生死 所以了解生命的本原体 那就是不生不灭的本性啊 有一股的长一点 其实很多人还是没听懂 所以我要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吧 记住我们实际上就是超凡路圣 因为师父用白化佛法跟你们讲 智慧是什么 其实人间有聪明和智慧两种 但是人间的聪明是计量利弊得失 今天我赚了多了 我多赚你 我用个例子告诉你们 比方说你做生意 你今天跟人家做一笔生意 你多赚了人家一百块钱 你好像得到了 你很聪明 但是人家知道你多赚了我的一百块 我下一笔生意不跟你做了 你就损失了几千万 所以有智慧的人是舍 今天我该赚多少是多少 我不多要你一分钱 我完全无所谓 人家一看 你这个人走的正做的正 下一笔生意我继续跟你做 这就叫智慧啊 所以整天赚小便宜 占人家一点点的能够开心的人 那叫小人啊 天天能够付出帮助别人的 那叫圣人啊 生命的本源体就是真正的灵魂 它是不生不灭的 因为人的灵魂它不会另外生出 也不会灭度 为什么 因为接据佛性 所以一个人再怎么换 他还是有良心的 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 在他最后要执行宣判的时候 问他你最遗憾的是什么 他会掉眼泪说 我对不起自己的母亲啊 这就是他的良心和他的本性啊 但是他被五欲六成已经污染了 他不能让他的本性和良心这么干净 所以他失去了他真正的本源体 这就是良心啊 而我们学博人擦干了自己的肮脏的五欲六成 我们没有太多的需求 没有欲望 我们没有让自己掉进地狱的做的这些因 所以我们用良心做事 用智慧做事 我们懂得用菩萨的智慧来解决人间的难题 这就是菩萨呀 讲得开心啊 师父也开心啊 你们听得懂 师父更开心啊 我帮你们基础打了好一点 我帮你们基础打了好一点 怕以后你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阿弥陀佛说 正的无上正等正觉 一个人 一个都听不懂 你们现在听懂了吗 不要吹牛啊 宋朝有一位禅师 这位禅师年轻的时候呢 他还没有出家 但是呢 因为他喝醉酒 跟别人呢 为了钱财争斗 没想到 他一刀把人家杀了 把对方打死了 他为罪潜逃 然后他就出家 刻苦修心 大彻大悟 每次说法 都有几百个学生 聆听他的法音 都有很多很多的学生 在七十几岁的时候 都有啊 有一天他突然沐浴之后 他叫身坐 身坐的意思呢 就是法师要开讲之前 坐在这个椅子上 坐下来叫身坐 所以过去叫身堂 对不对啊 我教你们一点 过去还有很多呢 皇上死了 不能说死了 叫驾崩 听得懂吗 那不懂的人 叫驾出去崩了 所以要记住 他叫身坐 然后他告诉大家 说 你们今天都不要动 也不要说话 老僧 让你们看看 什么叫因果报应啊 结果到了中午 一位军营的武官来了 到了这个庙里 拜拜拜伯 突然看见他 坐在那里 马上拿出弓箭 就要射他 这个时候 禅师和和尚说 老僧已经等你多时了 这个时候武官才惊讶地说 哎 我不认识你 为什么我就想杀死你啊 为什么我就有这种欲望 想把你射死啊 禅师说 欠债还钱 欠命偿命 因果不爽 请你下手吧 不必迟疑 端坐在椅子上 这个时候 这个军官突然之间 感觉很奇怪 就要问那个法师了 我从来不认识你 你为什么会今天这样 这个禅师就把他四十年前 打死的那个人的情况 告诉了他 所以这个武官从来不认识字的 突然大声的吟诗一首 叫冤冤相报何时了 节节相产其偶然 不如语诗俱解释 如今立地望昔天 这说明一个人必须懂得因果 懂得报应 不管你今生修为多高 功德有多大 君是逃脱不了因果定律的 因果报应只有在彻底醒悟 绝不造因造心业 才是唯一的解脱之道 台长就是解释了一个问题 告诉你们 很多人说 为什么我天天在做功德 天天在布施 我付出了这么多 为什么我还在受苦 菩萨呀 你开开眼 为什么不救救我呀 因为这是你过去造的因 所以你现在必须承受果报 如果哪一天从今天开始 你拼命的造善因 要记住 种下去不会马上长出来 我们从今天开始 我们从今天开始 诸恶不做 就做善事 每天造善因 种善果 你们等着吧 很快的 就让你们 发喜 发喜 充满心想事成 开心发喜 是自己所造 悲伤烦恼 也是自己所害啊 所以只有彻底的 彻底的离开烦恼 彻底的不造心业 才能毁其旧业呀 要擦干自己不好的一切的因果 才能真正的了解人生的真谛呀 这个人生的真谛就是世事无常 世事无常啊 时间关系 师父最后给你们讲几句 众生多受益一天 法语就多撒一天 这是刚刚观世音菩萨 今天在上面告诉我 你们受益了 菩萨就开心了 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方便法门 每个法门 都是帮助众生修成正果 主要是人是否真正的能理解这个修成正果的真谛 人是否能够明心戒心 今天我们学佛不是迷信 不是弥博 是向佛求法 怎么样来误导生命的无上智慧和解脱生死的方法 要让师父引领众生 勿佛知见 佛的智慧认识宇宙人生的万把真相 光靠人类的这些智商 根本是不能分析出宇宙空间的真实相 在两千五百年之前 佛陀就说了宇宙三千大千世界 现在科学家已经验证了我们的银河系太阳系 所有的星球几乎接近三千个 佛陀在两千五百年前就说 人有一天会飞呀 想一想 难道你们是坐着马过来的吗 你们是坐着船过来的吗 你们不就是一念我们佛陀的话 是飞过来的吗 哪一天在天上我们不要买票 拉一片云踩着 我们就到马来西亚的上空 来做护法 更不要担心飞机是脸 所以师父要你们真正的觉悟 真正的拥有菩萨的般若智慧 彻底的明白 所以我们要为天下人之乐而快乐 别人开心我就开心 要为天下所有的人 知忧而我也担忧 要有正法做引导 否则盲修瞎学 魅见其利先见其害呀 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学博 正信正念 平时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是一个佛 今天我的思维像不像菩萨 我的语言像不像菩萨 我的行为是不是菩萨 如果你回答是肯定的 台长告诉你 你就是一位人间菩萨 对自己的一些不好 动不动就要生气 动不动就要骂人 动不动就要嫉妒别人 调伏自己的习性 实时的自我关照 实时的保持戒律 你才不会掉入名利的陷阱之中 所以国有国法 家有家规 佛有佛法 我们众生可以帮助很多的人 用我们的善心去懂得怎么样帮助别人 要记住了 有时候你们可以帮助一个人 你们不当心也会害一个人 就犹如船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啊 所以当你们学会一点点佛法的时候 希望你们好好看看师父的白化佛法 不要去胡编乱讲 去跟别人度人的时候 这样你可能会毁一个人的毁命啊 希望你们每天花五分钟时间 看师父一片白化佛法 希望你们好好地看啊 把自己的心锻炼成学博上刚强 犹如一把宝剑 在生活上犹如一团水啊 我们要懂得柔情是谁 要用宝剑斩断一切人间的烦恼情思 用我们菩萨的柔情是谁 让我们佛陀的慈悲 观思因菩萨的慈悲 感化每一个有缘众生 这样我们的心无挂碍 无挂碍骨啊 师父想跟你们讲几句话啊 就说有时候学佛人呢 在学佛的时候一定要严肃 不要嘻嘻哈哈的 有些人呢不关场合的 嘻嘻哈哈 实际上不庄严 你看过去 这个古代的时候 边上的武士拿着刀 他们嘴巴里叫什么 对不对啊 马上你就很严肃了 对不对啊 今天来讲 哎呀我告诉你啊 心灵法门真是好啊 我告诉你啊 一球就零啊 我这个事情呢就这么好的呢 你看呢 我牙都长出来了呢 庄严一点 听得懂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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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